- 珍珠台菜教您做菜,高雄鳳梨一起入菜,我是珍珠台菜的督导中平,我是錦鱼,哇那我今天帶著我們高雄好吃又有名的大樹鳳梨來,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跟主廚拜師學藝下, 要怎麼樣把鳳梨變得更加的好吃,當然啦,今天就是來教大家怎麼做簡單又好吃的鳳梨蝦球中,一次大公開不藏私 首先我們會把鳳梨對半剖,直接對半?對,所以不用去投?不用去投,因為我們會有美觀的東西 好,這樣就是剖開了,會翻過來把鳳梨的另外一面把它削平,然後我們就會做成一個鳳梨粽的概念 削平是說擺盤的時候比較穩?對,它就是會比較穩,就是它會這樣子平行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換另外一個就是小刀子,一般在家裡可能用到的刀子就是我們可能一些小的水果刀就可以使用 會從鳳梨肉這邊下刀,因為鳳梨肉是比較軟的,下刀找一個平衡點,然後沿著邊邊的皮,留差不多一公分的距離去取 我們現在只是把它的肉跟殼稍微有點...做個分離 對,有點稍微分離,可是下面底部其實我們還沒有動到大 對,所以說我們現在接下來的步驟就是要把底部的肉整個刮起來 對,開始下刀囉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下刀的處,然後到貼這個底 其實基本上我們會沿著砧板周圍,邊圍這樣子下刀 剖面 對,到我們的切割處這邊就停,然後轉過來 因為右邊一刀,左邊其實也要給它來一刀 所以它兩邊的肉它就會平行,它就會分離 接下來就是可以取我們的鳳梨肉了 真的完全就起來了耶,很厲害 好神奇喔,而且鳳梨中是完整的 好啦,如果真的大家可以訓練一下 那如果真的怕真的太困難的話 就是用我的這個懶人的做法 就是用湯匙,可以吧? 當然是可以啦 就是大家如果說真的是覺得這個是有點困難 其實用湯匙挖也是可以的 OK 接下來就是要裁切我們的鳳梨肉 其實我們就是鳳梨其實有心跟肉 所以說我們要把心跟肉分開 我們又有45度角斜角下去 45度角 38度可以嗎 好 取決於大家要不要吃心 很精準 對,心要不要吃多一點 這樣子 而且其實現在的鳳梨品質都非常的棒 心跟那個果肉都非常的好吃 對啊 而且吃鳳梨還可以怎麼樣養顏美容 是的 有非常多的一些維生素 對 還有酵素 可以幫助消化 好,待會換我來 我會這個 這個我OK 你說另外一半我來切 好 OKOK 先怎樣,45度角嘛對不對 不用不用不用直接就好 直接直接就好 然後 這樣子 對 我們剛好入口的大小塊就可以了 入口大小 對 好 很棒 然後再把它 放到鳳梨中裡 對 放到我們等一下要煮中的地方 第一次吃一口 好 是不是很甜 它有這個鳳梨真的超好吃的 好甜喔 滿滿的就是果香 然後 非常的juicy 好,那師傅提到我們大樹鳳梨 其實我也要來說一下 我們大樹區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不僅是水源保持很好 土質啊也是維護的一等一喔 所以才可以種出我們非常優質的鳳梨 而且現在正中期喔 是每年的3到5月 還有10到11月都是我們大樹鳳梨 最佳產季的時刻 主廚今天不常思 教大家如何做鳳梨蝦球粥 那我今天也要不常思 再度帶來我們高雄的農特產 就是我們的小番茄 我們現在試吃一下 好吃嗎?甜嗎? 非常美味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裁切 番茄我們就是直接對切就好 其實真的非常簡單 這我可以,我可以 好 我們就是對切這樣就好了 對切,好 那其實有點滑耶 好,接下來這個階段呢 我們帶來我們高雄永安的白蝦 要來做我們的蝦球 對 有什麼指示 好,首先我們先把頭去掉 因為它一定會有蝦膏 其實表示我們的蝦子非常新鮮 是 對,等一下後面我們再做清洗 好 對 可以可以,我可以 然後我們家裡都有一般的叉子 我們在第三節處 插進去挑出場裡 對 這邊拉出來 這邊有一個小長泥 拉掉 第三節對不對 對 從這邊算出來這邊清三節 對 這個地方 對 然後咧,就穿進去 對 然後往上 輕輕踢 沒有啊 輕輕的踢 好,有了 出來了 就在這邊 對,慢慢的拉 你要慢慢的拉 手慢慢的拉出來 對 對 就是 你看 請叫我挑 長泥公主 那我們自己買 新鮮的擺一下的時候 回去就是先挑蝦腸 把長泥挑掉之後 就是 來剝蝦殼 對,把蝦殼 沿著它的紋路嘛 對不對 對 其實很簡單啦 第一節剝開 第二節其實就很好剝了 你看 很美 剝好蝦殼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做開背 做二次檢查 看我們的蝦子 還有殘留多餘的蝦泥在裡面 還要再檢查 對 因為我們就是要吃得放心嘛 對 真的是很精緻耶 我剛剛把蝦子開完背 結果我們要做一點 稍微的醃漬 讓它有蝦子有底味 所以我首先 我會放一點點米酒 一點點米酒就好 然後一點點鹽巴 一點點就好 因為它其實就是海水在養的樣子 所以它本身就是有帶一點鮮味 然後我們就是去抓醃一下 這樣就好了 基本上剛剛下去的米酒 跟鹽巴就已經把味道都吸進去了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抓 我們抓粉 然後我們就會首先先放一些 就是卡士達粉下去 抓醃起來就是會有一點淡淡的黃色 真的耶 會變黃色 它其實它炸起來會讓我們吃起來 會有個蛋黃的香氣 那太白粉呢 太白粉就是最後我們要加下去 讓它外面讓它變乾燥 然後讓我們下油鍋去炸 會比較好炸 最後再加 好不擠不擠 沒有現在可以加了 現在可以加了是不是 對 我們其實可以整個倒進去了 這樣 好 再來 再來 好 這樣 然後繼續幫它按摩 對 我們要讓它整個整體乾燥 對 然後我們蝦子就抓到這樣子乾乾的 其實就是 它味道也是被我們封鎖在裡面 用粉去封鎖在裡面 所以說它等一下炸起來會非常美味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油炸囉 好 對 我們先把油溫提高到180度 然後轉成小火 然後慢慢讓它蝦子下去淨汁 好 一般如果在家庭上 如果我們不知道怎麼測油溫的話 其實我會用一個竹筷子啊 去測試看它有沒有冒泡 油溫夠的話 其實它就會慢慢的冒小泡 現在開始有慢慢冒小泡了 因為我覺得油溫夠了 我們就放一隻下去 因為我們剛剛有用太白粉 所以其實讓蝦人都保持一個很乾燥的狀態 所以下去不會噴對不對 對 它其實不太容易噴 其實它慢慢的溫度會慢慢的上來 它就慢慢變色了 好開心喔 他們很像在油鍋裡跳舞 對 而且開始有些香氣耶 對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就有講到說 我們有下一點蛋黃粉啊 所以它的溫度 會讓那個香氣整個跑出來 溫度其實要控制好稍微 讓它微微的這樣子有起泡沫就可以了 那大概要炸多久時間啊 其實還是看顏色 其實基本上我自己在抓這個時間 是差不多在一分多鐘而已 因為我們其實油溫是滿高的 是 用我們的筷子去抽抽看 其實我覺得熟度差不多了 好 現在我們蝦子已經炸好了 我們就要把它過濾起來 小心喔 這邊這一點就是 我們要倒過濾油 所以說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麼刺激 對 很容易被彈炸到 對 好 剛起鍋油炸好的蝦子 接下來關鍵的步驟 其實就是很簡單 其實我們就是可以買到 隨處可見的沙拉醬 然後放置我們的容器裡面 加上我們剛剛炸好的蝦球 蝦子 對 然後加上我們的鳳梨跟番茄 直接一起下去 對 直接一起下去 然後去均勻的攪拌就可以了 好喔 對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對 我們就是均勻的攪拌 讓它充分的裹到我們的沙拉上面 接下來我們就是擺盤 我會把鳳梨做底 然後包括我們的 接下來就可以放一些蝦仁跟小番茄 對 哇 完成了 對 最後我們已經完成了 然後最後我們撒上我們的芝麻 芝麻 就是外面賣的熟芝麻 我們稍微均勻的 等一下 這撒芝麻的關鍵很重要 你要用一個最帥氣的姿勢 最帥氣的姿勢 對 就是這樣子撒 哈哈 好 可以 好 其實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我們這道菜已經完成了 這道就是珍珠台菜很受大小朋友喜歡的 金望鳳梨蝦球中 哇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也有幫忙 金望鳳梨蝦球中 吃起來酸酸甜甜 夏天很開胃 有戀愛的感覺 我是不是做得還不錯 真的做得不錯 那因為我們覺得現在高雄農特產也非常多 那有沒有機會我可以再加碼要求 我們把在地的食材再請主廚來推薦一下 我們這邊就是會在下一集會 會讓大家猜猜看我們會用什麼 高雄在地的食材炒成珍珠的菜色 我提示一下大家 是綠色的 長長的 吃起來爽口脆脆的 有猜到了嗎 好趕快留言在底下 我們會抽出實名幸運兒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的最美珠寶盒 就在這裡 最美珠寶盒就是我們美濃農會在地的 百寶箱蔬果禮盒在這裡一次送給你 我是景妤 我是珍珠台菜督導中平 謝謝主廚今天教我做菜 好我們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旁邊 我剛才真的聽不太懂耶 應該是這個地方吧 然後怎麼辦 然後這樣嗎 好 吃起來好像網紅這樣傻嗎 不是吧 也可以喔 就是這樣繞個圈這樣 好 謝謝